常年支持乐山保留的声援者 提着一带又一带的泥土 走向捷运机场上方的空桥 像精卫填海预言中的小小飞燕 明知道希望微博仍然想努力填平新装捷运机场 2007年乐山保留声援者曾经高喊 捷运机场和乐山可以共存 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填平机场 乐山争议长达九年 究竟如何落幕 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缝 从2009年起 就满布在乐山疗养院的建筑 这些伤口是乐山山体 因为捷运开花而滑动的证据 这些都是屁股 你看看 这些都是屁股的 你看 你看 有 你看 没有三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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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没補 没有 这个没補 这些是很大事 对 2007年 乐山保留争议高峰 乐山深原则警告 乐山山坡有丰沛的地下水 一旦开挖 地下水位太高 将导致边坡滑动 影响捷运机场和乐山的安全 要求重新评估保存及工程方案 但工程会 在台北市捷运局保证技术可行 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让捷运机场继续在乐山施工 捷运局采用地毛固定山坡 2011年底 发现地下水位太高 边坡安全系数不足 捷运局停下工程 提出明蛙覆盖的工法来解决 明蛙覆盖 是在现有的走山基础下 继续开挖 在新建钢购平台顶住坡脚 然后回填部分土方 捷运局强调 新的工法可以维持山体稳定 但由乐山真的走山 工法拍板定案后 交通部也首度前往线看 第一个是钻层带地质的长期变位 它可以做个有效的移植 因为用结构体两边对称两方设计 把它顶住 第二个就是说 可以降低颇高 让边坡长期稳定性也增加 第三个因为这个结构体上去以后 它的负重可以减少地下水压回升 所产生的上去率的影响 其实覆盖隧道其实它另外 刚刚看起来它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功能 其实简单讲就是挡土 简单讲就是挡土 你等于就是做一个挡土 把两边整个撑起来 那问题是这边怎么办 那这边的话等于就是说 如果它的坡是走这边的话 如果它是走这边的话 那这边的力道你怎么去处理 那等于还是靠地锚 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后完成以后 它这个这一块保留区 它将来不会有这个滑动的问题 不会有 不会有滑动的问题 这么说 因为我们整个就是说 包括刚刚委员提到的说 除了三四区以外 我们二区里面一样也在检讨 就是说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局势 那事实上我们那个部分呢 也会做一些设计上的一些补强跟修正 就是水位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状态以后了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设施呢 它是足够去确保这个区 那个处长 是 北二高它整个山会走啊 它那个是圆壶滑动 整个这样滑下来 那个不是一般的地方可以拿得出来 山体不断滑动 工法是否安全还有争议 当地政治人物却希望捷运继续施工 这里面20个体长将近一半以上都在这附近 如果延伸到我们当中站的话 相对的通车时间的压力会减轻 所以我想希望真的要拜登前局 克服一些困难 不能通到回龙站就通到当中站 交通部长毛智国考量通车压力 选择再度相信捷运局的安全保证 有工程单位捷运局说明 我们是注意到就是说 基本上 只要在这个大家施工上 这个等等 我们整个步步为营的话 那个安全的方案应该是有可行方案 可以执行的 2011年11月 乐生保留自救会针对走山危机 向监察院提出纠正 2012年8月 监察院正式纠正捷运局 纠正文指出 乐生疗养院腹地狭小地址不佳 选址作业显然不当 衍生抗争纠纷 由于选址不当 导致捷运局必须以极端工法 来解决地址的问题 衍生出预算暴增 以及工程延荡和不确定性等后果 不应该继续重蹈覆辙 感谢你 我这个文章 实在是有点慢 但是 此来的争议 应该还是泛起我们 那个 有点希望 但这张纠正文 没有让捷运局停下工程 乐生院民带着此来的正义 告为王者 宣誓绝对要继续抗争 拜三拜 前来的抗争 不愧于天地 对得起能 接下来的事 我们将继续抗争到底 为了挽救走山危机 乐生保留自救会 请台北市议会介入和捷运局协调 大地工程师王伟明忧心地说 2012年捷运局暂停施工以后 滑动趋款 2012年8月以后 山坡却重新滑动 而且越来越剧烈 新大楼跟旧大楼的滑动 在今年的八月份之前 它的滑动是同一个方向的 也就是说 新大楼的滑动 是被旧院区推动 推着走的 现在不是 现在新院区跟旧院区的滑动 是向中间滑动 也就是全部向轨道去滑动 2011年5月捷运重新开挖 地表高层是125公尺 原先的滑动是旧院区 往新院区的方向推挤 但捷运局经过七八个月的施工 把乐生的山体降到高层117公尺 导致研盘厚度不足 使得新旧院区都各自产生滑动面 一起往捷运轨道下滑 学者指出 新庄捷运机场原先有其他基地附案 为了机场和乐生的安全 机场应该前移 捷运线延伸到桃园去 可能是一个方案 那这个以前马云九都讲过 他自己都讲过 如果说今天要再做 所谓的新的机场 甚至路线再继续做延伸的话 我们推估至少大概要到12年才能完成 所有的捷运系统的机场里面 新电机场花七年七个月 北投机场花三年七个月 木栅的机场花两年六个月 纳鲁州县的机场是七年六个月 跟新庄最相近的这个系统 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机场 需要花到12年 关于选址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问题是这个纸做不做得起来 如果是做不起来的纸 选了它有什么用 乐生院民和工程师忧心忡忡 捷运局依然不肯松口 牵引机场的可能性 担心机场和乐生双毁 乐生院民只好再度来到捷运局抗议 土方怀天 牵引机场 我这个乐生要用意 就是没用意 有地址 它就没听了 今天是十个出来 已经因为我没出来了 就是布町很厉害 比他很厉害 还是说来跟你讲 我们现在这个正在施工中 我们提到的指令就是说 乐生这个机场 我們是要繼續失蹤下去 為什麼現在這個趨勢 副處長知道嗎 處長你可以解釋說 那為什麼現在院區 他會繼續滑動 滑動是正常的嗎 滑了兩年了 現在目前為止沒有滑動 現在沒有滑動 所以說列頌是自己列開的嗎 針對質疑 捷運局只強調安全無餘 卻無法解釋 樂森院的山坡為什麼滑動 樂森院民和聲援群眾 氣得把2007年捷運局 提出的工程方案 退回給捷運局 鼻子林賣 主持人 保獻 歸 延長 tutti 現在在國王室t的 我們一起到衛生署 到刑犯要我們有分招強度的刑犯 要強才把這個機場送回去 大家好棒 在人共産 立即停止 立即停止 他可以去問新北市衛生署 連他們都覺得非常的緊張 樂森走山 不只影響樂森療養院 還包括周邊居民和回龍醫院 目前醫院已經出現許多裂縫 讓衛生署相當擔心 但檢運局強調 裂縫是施工擾動斷層 造成的解壓效應 樂森絕對沒有走山 警協記 這是我們對新大樓 它是不是安全觀察 一個最大的一個指標 整個警協記來講 就是說 無論是新大樓的前面那一側 或者是後面這一側 從不管是去年停工期間 或者我們今年開始做牌照 或者做南側牌照的期間 整個警協記一直維持在 這個正100到不100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事實上整個新大樓 它是一個水平的變動 它跟滑動的行為完全是不可能的 北側的這些車警館 這一年多來 在有些深度在20幾 最深到30幾 已經有滑動的跡響 一分鐘沒有 那車警館一顯示 在某些深度已經有滑動面形成 它不只是單純的解壓而已 已經有滑動面形成 北側確定是有 地質學者不僅反駁 捷運局沒有走山的說法 也強調捷運局的工程設計 無法應對走山危機 如果它只是一個變形迴葬 這樣而已 一個clip 但是它只是一個迴葬的情形 這樣 那你的設計上來講 跟你可能在滑動的設計上來講 可能就不太一樣 如果你又有滑動面的話 你的整個地下結構 你在模擬的應變上來講 它一定會有一個不連續面在那邊 但是你沒有毛利 因為你的模擬上來講 你整個鹽體 你還是把它當作一個 鴻鴻基尼寫實的一個 在看待它嘛 所以最後你的模擬結果上 你整個區域的 鹽體的應變的結果 一定不會是事實 2007年 樂森聲援者提出各種 不影響捷運通車的替代方案 捷運局一再強調不可行 2012年底 雙北市長宣布 新莊捷運在沒有機場的狀況下 可以騰車 但機場工程 已經讓捷運機場 和樂森面臨毀敗 樂森怨民和聲援者 誓言要逃回公道 人民沒有忘記 樂森不能白猜 樂森不能白猜 人民沒有忘記 樂森不能白猜 樂森不能白猜 每一個謊言都不接受 今天你說的 半年沒通車 這不是很糟糕的嗎 不是把我們的死命 沒當作是死人命嗎 9年來 樂森的樂民 以及我們的年輕人 一再地告訴這個政府 樂森不需要拆 捷運可以通車 我們能夠找到雙贏的方案 但是我們的政府 從來沒有聽過一句話 今天土石已經在滑動了 甚至於他們新蓋好的大樓 滑動得更厲害 他們才知道他們錯了 所以這根本還不是資本 跟勞動的對立 這根本就是醜陋的傲慢 樂森怨民在市政府外抗議 台北市長郝龍斌 在一門支閣內的市政府大庭頒獎 卻不願出面回應 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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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命沒有忘記 人命沒有忘記 這個地方是一個廢棄的計量場 你只要把捷運延伸一站 在機場外面新共有一個捷運站 這個東西就能夠保全樂森兩院 把機場的部分設施移設到這裡 仿造小地盤模式 新增設新樹林站 這都是捷運局做過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設計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設計 它就可以把新莊樹林的生活 變得更為人性 聲援著冷靜的說明訴求 希望新莊機場前往樹林 台北市政府則再度用警力 隔絕樂森的聲音 聲援著沒有退縮 強調樂森保留戰役 不會停止 我願意能敢吃 我願意勇敢吃 人類的文明發展 人類的文明發展 我願意以其他的生命做為犧牲你 我願意以其他的生命做為犧牲你 我願意大膽的想像 我願意大膽的想像 立一個美好的世界裡 立一個美好的世界裡 就算要欣陷絕育 就算要欣陷絕育 也該容下九十歲的阿嬤 也該容下九十歲的阿嬤 你她是外的嗎 你她是外的嗎 讓捷運局這種虛假的科學理系 讓捷運局這種虛假的科學理系 不在門閉我的眼睛 不在門閉我的眼睛 我願意明年三月十六日 我願意明年三月十六日 與願名從回開到 與願名從回開到 保留我們的過去 保留我們的過去 對我們來 追趕我們未來 追趕我們未來 人民第二季 人民沒有忘記 你們三不開白菜 肉身不開白菜 肉身不開白菜 還一生翠了 好 我們請未來 以上生日快樂歌 希望她的生日願望 明年就實效 把怪獸驅離錯誤的工程基地 把被誤差的防射重新蓋回來 把笑容送回樂生樂名的臉上 快向第九年的樂生保留運動 救主為了這樣一個小小的夢想 2007年 台灣社會因為捷運局 分斷通車不可行 再度犧牲被錯誤對待一輩子的樂生樂名 如今捷運能夠全現通車 台灣社會 能不能第三月十六日 為樂生圓滿他們的願望